全油管最快新闻,今日,中信箭头总经理李格平在航天南湖的上交所IPO敲锣仪式上出现,但十多天后却被从办公室带走。 李格平是中信箭头的重要高管,此次事件引发了公众的关注。 目前,有关李格平被带走的具体原因尚不得而知,但此事件对中信箭头的影响也不容忽视。 中信箭头作为一家知名的金融机构,在市场上的影响力和实力都是不可忽视的。 我们将持续关注此事的发展,并追踪有关部门的进一步调查。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报道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